在2023年,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了豪门赌王霍英东先生的100周年诞辰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霍英东先生纪念馆迎来了揭幕仪式 展示了这位伟大商人的辉煌事迹和传奇人生 然而令人瞩目的并不仅仅是纪念馆本身 而是霍家三房的成员们罕见的集体亮相 作为豪门赌王家族的议员,他们派出了代表前来参加 这一场面引起了读者们的广泛关注 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曝光这一次难得的大合照 在这张照片中,霍启刚和郭金金夫妇站在C位 成为整个场景的焦点 豪门恩怨深似海,冷暖自知 这句话用来形容霍家和赌王家族再恰当不够 近日,霍英东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 霍家四代同堂,大合照中的站位和面容 无不透露出这两个家族的权力与情感纠葛 在这张大合照中,霍家四代孙 站在C位的是霍启刚和郭金金的长子霍中西 这个十岁的孩子已经被视为霍家的未来继承人加以培养 他穿着西装,打领带,一副大人的模样 与家族长辈以及当天参加活动的政商人士逐一问好 他的严肃和成熟,让人不禁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 霍英东纪念馆开馆仪式中的霍家合照 透露出家族中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 霍家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家族 展现了传统家族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和地位等级 然而这种等级制度是否合理 是否有助于家族的发展和和谐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家族制度中实现公平、公正和民主 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家族制度和家族价值观的讨论 对于我们思考和探索家族制度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郭金金肩负着多重责任 不仅要辅佐霍启刚维持霍家的掌门地位 还要培养霍家的下一代继承人霍中西 在霍英东纪念堂的活动上 郭金金展现出了竹母的风采 不仅给霍中西提供了指导 还在与长辈们交流时给予了提示 他的角色不仅仅是辅佐霍启刚 还要努力培养霍家的新一代继承人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任务 在霍英东纪念堂的活动上 不仅有霍家的成员出席 还有许多镇商名流 赌王家族的两位女强人 何超穷和梁安琪也参加了活动 何超穷作为赌王家族的新任继承人 她的出现干脸而低调 与汪明泉和罗嘉英夫妻一同合影 展现出她的自信和活力 梁安琪也以低调的形象出席了活动 与镇商名流一同观礼 她穿着白色断面套装 散发出一股国风的气息 赌王家族和霍家之间 似乎存在着一些渊源 何超穷和梁安琪 与罗嘉英、汪明泉夫妇合影 这种巧合背后 或许隐藏着一些身影 有趣的是 尽管赌王家族的两位女强人 何超穷和梁安琪 参加了同一活动 与同一对明星夫妻合影 却在不同的地点 且两人并未在现场同框 这似乎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十分友好 据称二方子女何超穷和死态梁安琪 长期以来都不和睦 甚至发生过争执 然而在赌王离世后 为了家族的利益 双方逐渐破冰 并在公开场合上演了一幕 摇耳朵的和解场面 但是两人之间的幸福关系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这一世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大家纷纷猜测 何超穷和梁安琪之间的关系 到底如何 以及两人是否真的和解 他们对于两位女强人的行为和态度 充满了好奇和猜测 作为公众 我们无法得知真相 只能凭借报道和猜测 来推测两人之间的关系 或许这样的争执和和解 都是家族权利斗争的一部分 只有他们自己 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内情 无论是郭晶晶的多重责任 还是何超穷和梁安琪之间的关系纠葛 这些都是社会热点事件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每个人对于这些事件 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你认为郭晶晶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你对于何超穷和梁安琪 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观念和感受 近日一张名为赌王家族合照 在社交媒体上热传 这张照片中赌王的四个孙子 以及他的二儿子 三儿子和四儿子的妻子与孙子们 一同出现了一场活动 然而这张照片所引起的争议 并不在于孙子们的排名 而是在于赌王家族内部的关系 据了解赌王的四个孙子分别是 何游君、何超穷、何慧颜和何安琪 其中何游君是赌王大儿子何鸿燊的长子 被誉为赌王接班人 而何超穷、何慧颜和何安琪 则分别是赌王的二儿子、三儿子和四儿子的女儿 也是赌王家族中备受瞩目的人物 这张照片中何游君的位置位于最中央 身后是何超穷和何慧颜 何安琪则站在最右侧 这种排列方式被一些网民解读为 赌王对他的子女和孙辈们的偏袒 而其他人则认为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拍照排队而已 然而这张照片所引发的争议并不止于此 在照片的下方 有一条评论写道 看这张照片就知道何家的等级了 这句话暗示了赌王家族与何家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何启刚是何游君的继父 而何振颜则是何超穷和何超颜的舅舅 何家的等级由此被凸显出来 使得赌王家族和何家之间的关系 再次引人关注 此外这张照片也引起了公众 对于赌王家族内部关系的猜测 一些网民认为 赌王的四个孙子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的关系 而赌王也对他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 然而也有人认为 这只是外界的猜测 赌王家族内部的关系 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紧张 无论如何 在何家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家族等级制度的严苛 以及这种制度如何影响 每一个家族成员的生活和命运 霍中西作为未来继承人的压力 以及他在如此小的年纪 就被要求表现出的成熟和稳重 都让我们对赌王的期待和压力 有了更深的认识 而霍家兄弟间的纷争 则揭示了权力和利益面前 亲情的脆弱和无力 同样在赌王家族中 我们也看到了权力和情感的交织 何超穷和梁安琪的不合影 显然并非偶然 而是某种深层次的矛盾和不满的反应 这种矛盾可能源于过去的争斗 也可能涉及现在的利益分配 但无论如何 它都显示了豪门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总的来说豪门恩怨深思海 这既是他们的命运 也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无法评判他们的对错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应对策略 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珍视我们的亲情和友情 不被权力和财富所迷惑 坚守我们的人性和情感 这张赌王家族合照所引发的争议 再次凸显了豪门家族之间的关系 以及公众对于豪门生活的好奇心 豪门家族的恩怨情仇深思海 外界难以揣测 冷暖自知